好了 结束了 Kill 直接Kill 韩国双六冠军来花比试 扬言打中国人轻松简单 结果不料刚开局15秒 就被中国小将一拳送入梦乡 差点丢掉小命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精彩的中韩对局 前些年的时候我们跟日本人打的热火朝天 但是这些年大家更喜欢中韩对局 因为这几年大家也发现了 相比较日本人 大家更讨厌韩国人 不光在运动这种体育精神上 毫无精神可言 毫无道德可言 而且还特别喜欢偷我们中国的文化 您刚才可以看到韩国国旗 也是抄袭我们中国太极八卦 没有错 现在出场的就是 韩国的双料冠军 泰拳跟韩国自由搏击双料冠军 储精仔 这个储精仔倒是年纪轻轻 但是口气可不小 扬言打中国人特别轻松简单 自己来到这场比赛 就是为了打中国人玩 而且要拿到冠军 拿不到冠军绝不回国 简直太猖狂了 我们中国这边则是派出了响雷神剑 刘响明来大战这个储精仔 我们的刘响明呢 今年也是27岁啊 非常非常的年轻 小叫一枚 但是出生牛犊不怕虎 更何况对方还不是虎 只是个泡菜坛子 所以说我们的刘响明 对于这场比赛也是十分自信啊 那这一场比赛 我们的刘响明到底要怎么玩虐这个储精仔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赛 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为你呈现的是 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争州战的比赛 我们今天的锦球嘉宾是 资深赛事评论员 蔡志贤先生 大家好 我是蔡志贤 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WLF 这是刘响明的一极拳 刚出腿的瞬间呢 被刘响明给抓到了 刘响明在赛前做了一个战术 太漂亮的后手拳 也太快了 也太出来了 把这个韩国的小拳众吓到了 对 谢谢我们65公斤级世界第一代挑战赛 资格赛的第一场半球赛 加油 加油 现在已经完全进入这个刘响明的节奏当中 刘响明就是后手拳的赢局特别的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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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考这个我们的 韩国拳手的恢复力也蛮快的 对 那么比赛一开始啊 我们的刘响明就给这个处精仔好好上了一课啊 一击直接将其击倒 可能处精仔都没有想到啊 自己第一次被击倒竟然是来的这么快啊 不过不要着急啊 比赛整整三个回合 有的是时间揍他 我们的刘响明呢也不用担心啊 今天可以好好放松一下 下巴 这两个人的节奏比较快 这两个人的节奏比较快 所以说就没有让我们有这个空间来 有机会啊 两个人快拳 刘响明的拳更准更重一点 刘响明说他之前和韩国的选手有过交手 他觉得韩国选手的特点比较粘人 对 所以看来在第一局我们就发现 他抓住这个特点之后 他就不给对手机克去粘他 是 就节奏放得比较快 好 刚刚这个我们的韩国选手 想用固定来限制住女卓长的东西 这话说这个韩国的20岁的老天少 比较日本 比如说八人 他第一轮呢 就被日本冠军 海人给KO掉了 所以其实呢 他的一个抗击掌明力 是还没有完全合并过来的 我们刘响明可以好的利用力 比赛才刚刚第一回合啊 刘响明的状态实在是太棒了 连续的走重摆夹击这个楚京仔 让楚京仔简直是不知道 自己是该防左边还是防右边了 整个人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差 防不胜防啊 就这还是韩国的双六冠军 呃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冠军是怎么拿的 还是用刘响明使用他的一个万兔的移籍 万兔的移籍会比单发的移籍来的好一点 好 还有十秒 好的 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 第一回合啊 刘响明已经打出自己的威势来了 这个楚京仔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面对我们这位中国小将了 相信下一回合楚京仔的状态还会更差一点啊 不过不用着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 然后还有几枪翔 然后现在全法越来越好 好重雷拳 看一下回放 飞翔拳啊 这是这个万兔的迎击 OK 第二回合比赛正式开始 现在对全法的全法迎击就是刘响明的一个看家本领 上次他队上还是别队 利用到第四回合对方形下滑的时候 七队正间给了一个万兔的移籍 以老队口 就是各位观众可以做这些练习的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今天的第一场半决赛 尖腰带挑战资格赛的第一场半决赛 目前大家知道六十五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在王航飞的手中 按照我们的戴着笔子拿到之后 他要接受 其他选手的挑战 那获得这个挑战资格的话 就是要参加我们的这个决赛 现在看到 那第一回合的时候 楚精仔还有一点攻击欲望啊 第二回合 楚精仔完全放弃了进攻 转为防守啊 想打这种后手反击 可是我们的刘晓明怎么可能会给他这种机会呢 也是一步一趋的接近他 根本不会给你这种空挡 节奏稳稳的抓在我们刘晓明的手中 那我感觉在第二回合韩国这位资金仔要慢慢用他擅长的泰拳来跟刘晓明对决 第一局虽然节奏比较快 但其实也是两位的一个试探 我们在第二局的时候 其实节奏慢慢地缓下来 双方也在找寻一些不同方法 来试探对方 来进攻对方 对 刘晓明的中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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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弧度非常的 现在南方楚云仔 他的手有点掉下来了 要小心一点 刚讲完又被我们刘晓明打到一拳了 不过这个小泡菜坛子 这一回合也是出去了 竟然没有被我们的刘晓明击倒 截止到现在为止 刘晓明还是要找一找机会 不能太惯着这个韩国人 韩国人你稍微给他一点风 他马上就是雨 给他一点阳光 他就灿烂 所以说这种种族 还是压制着好 揍得越狠越好 又有了 抓对手 OK 第二回合比赛正式结束 第二回合比赛 打的稍微有那么一点平淡 让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回合比赛 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 看着都好准 第二回合比赛 对 第三回合嘛 是 那原来这个蓝芳处金仔 他的地产踢是非常毒的 但是今天不太敢踢了 一踢那刘响明的拳就到了 那刘响明的拳呢 跟热导弹一样 不管你怎么躲 在什么距离我都打得到 都逃不过 尤其透过漫画可以看到 好准 哇 不过这个蓝芳缺手也是蛮问题 在第一回合被抢击之后呢 立刻把阵脚的稳定下来 对 他挥执的还是挺帅 加油 啊 功勺不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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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哎呀 现在还真的是不好办了 楚精仔啊 第一回合之后 第二回合到目前第三回合 一直属于龟缩防御状态 我们的刘响明呢 也不是太好找这个 空挡打这个龟壳子啊 所以说 还是要等楚精仔放下警惕 放下戒备 才好进攻 第一局的那个结构快了之后 对他也不是很有力 他刚出道的时候 都可能没有钱 那后来呢 因为韩国群姐不错 所以多变连接损法 让他有现在的比较好的表现 好 你看这个刘响明用前手去拍掉对手的拳 可以再观察一下 刘响明的前手是很活的 好接 哦漂亮 可以拍掉对手的拳 你可以接对手的拳 这是刘响明前手的拳拳 双方在前手的互拍 互相拍对方的拳 这是在全级常用了一个进行 哦漂亮 就是这个鱼 打了 倒了 我这后续真强 又是个万度的鱼 对 然后这个迟疑了一点 有点鱼 站不住 这钱太重了 好的 那么第三回合 第一季KO性质的击倒啊 刚才已经被我们的刘响明打出来了 一季左中摆拳 直接让对手倒地 不过小韩国棒子跟这个日本选手啊 抗击打能力都很强的啊 每一场比赛 基本我都要说一回啊 确实是扛揍 所以说我们的刘响明呢 还是要再接再厉 好 刘响明在后手 可能再往内说一点 再走一点 后分是吧 要后分了 好的 第三回合比赛正式结束 哎呀 可惜啊 可以看到对手已经是摇摇欲坠 基本都是走不动道了呀 我们的刘响明 如果再给多一点的时间的话 完全可以KO掉这个小泡菜坛子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精彩回放 等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 真强啊 打这个音笔 漂亮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四 二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四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四 比赛结果 红方上 好的 这个也是意料之内啊 让我们恭喜我们的刘响明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们